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 特别讲到钱财的问题 他教导我们不要积极盈盈于地上的财宝 因为地上的财宝不能带到永恒里 耶稣在这里不要我们为自己积财 也就是不要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积聚财富 在这里耶稣并不是反对储蓄 而是鼓励我们要把焦点弄对 既然地上的财富是短暂的 我们就应该把财宝投资在永恒的国度上 因为天上的财宝是永恒的 接着在二十一节提到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耶稣提醒我们 我们看中哪一方面的财宝 会导致我们的心也在哪里 今天世人的心都在股票市场 银行账户房地产上面 基督徒呢 我们是不是也跟世人一样呢 洛克菲勒与97岁别世 墓碑上写着 我在地上的投资都会过去 但在天上的投资将存到永远 弟兄姐妹们 你的心在哪里呢 但愿我们的心都在天上 把我们的财宝都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 我们的心都在哪里